如今小帅落网了 也该轮到他了吧 事实上 当小帅把这个从广州运来的五公斤毒品 放到无浪出都的这个楼道里的时候 警方就已经不控好了 要抓他们 却被他们侥幸逃脱了 后来警方一路跟踪 发现这兄弟俩都开车到了杭州的萧山 落脚在那里的一个出租屋里 第二天上午 警方把握好时机 把他们兄弟俩一起抓获 给他当场缴获了一公斤多的毒品 他就是无浪 是这个贩毒团伙的头目 也就是那个红酒嘉宾 也是在朱记乃至整个浙江 都赫赫有毒的大毒箱 最后警方在他朱记的出租房里 也搜出了之前小帅 从广东运回来的五公斤毒品 人赃并获 无浪只能认罪了 不过在接下来的调查过程当中 警方却发现了一个很惊讶的情况 怎么呢 他们以往看到的毒贩 十有八九 自个儿就是个吸毒者 干着以泛养息的勾当 这无浪的却不一样 他虽然号称是大毒箱 手下马仔众多 可他自个儿并不吸毒 甚至连烟都不抽 毒品这东西 第一 我从踏入社会到至今为止 自己没亲身借 碰过这东西 管过这东西 我是烟酒不抽的 可以说是看到烟之类的东西 心里面就有种反感 这着实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一个对烟都很反感的人 他怎么会去贩毒呢 而且势力还做得这么大 更让人惊奇的是 不光是无浪自己 几乎他整个贩毒团伙的人 从上到下都不吸毒 这少见 这个无浪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毒质 刚才我们说过 浙江珠基警方破获了一个网络贩毒团伙 可是在调查过程当中 警察却发现 这个贩毒团伙的头目吴浪 他和以往的毒贩不一样 他完全不吸毒 甚至可以说很讨厌吸毒 这样一个人 他怎么会去贩毒呢 经过调查 警方了解到 吴浪吴波两兄弟 来自湖南农村 很早就南下打工 在广州做过油漆生意 开过饭店 棋盘室 但是后来都因为精英不善 倒闭了 那个时候 吴浪他们还属于正经商人 后来他又怎么接触上毒品了呢 吴浪说 那是因为他认识了个人 那个人呢 说他制造一条发财的门道 你如果是肯可以 想挣更多的钱 更大的钱 同样的方法 你可以卖点 类似于毒品的东西吧 在别人的怂恿之下 再加上暴力的驱使 吴浪走上了贩毒这条不归路 而吴浪这人呢 非常自信 胆子也大 做事也比较细心 没几年的功夫 他的毒品生意就越做越大 势力不仅仅在诸体 还遍布湖南 浙江云南等地 成为了一个大毒贩 不过尽管如此 吴浪其实很清楚 毒品的危害 所以他自己是一点毒品都不沾 甚至规定 自个儿团活里的人 也绝不允许吸毒 自己团活成员里面 绝对不允许吸毒 因为怕吸毒误事 他也知道 他自己很清楚这个危害性 他其实是 蛮看不起这些吸毒人员的 他就是认为 吸毒人员就是 一些不值得信任 只不过是他 来钱的一个工具而已 他就认为吸毒人员 反正就是我可以用毒品 让你去做这个做那个 然后就是把他们的钱炸光了 对于吴浪来说 毒品不过是他来钱的工具 那些吸毒人员的死活 他们一点都不关心 甚至是打心眼里 瞧不起那些人 所以他挑选马仔 极其严格 从来不用吸毒人员 为了建立自个儿的生意王国 他还经常研究 所谓的用人之道 并且时常对自个儿的手下 还进行所谓的励志教育 他跟他哥哥两个人 都比较喜欢看历史 他们最喜欢看的是这种 帝王类的 比如说大秦帝国 康熙帝国这种 他们觉得自己要学会 怎么去用人 就是说高铁比火车跑得快 然后是因为火车只有头在动 高铁是每个车厢都在动 火车只有头在动 高铁是每节车厢都在动 吴浪的意思是 他们贩毒团伙 就跟一辆火车一样 光他火车头努力还不行 手下的这帮小兄弟 也得跟他一起努力 他们的生意才能够越多越大 这吴浪的野心倒是不小 只可惜他们这辆火车 特别是他那火车头 跑错了轨道 跑到歪路上去了 把他自个儿连同手下的人 一起都拉下了水 时候对自个儿的行为 吴浪是这么说的 至于说乌鲁齐湖的话 这东西至关重要的点 由于文化程度太低 法律意思当多 不知道这所触碰的法律 是属于法律的极限 极端 是啊 毒品是万恶之源 警方乃至整个社会 对于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 那是坚定的 哪怕你藏得再深 哪怕你再狡猾 就像吴浪那样 哪怕想出藏宝图 这么离谱的方式来贩毒 最终始终还是逃不过 警方的追捕和法律的延长 而在吴浪被抓之后 他手下其他几个马仔 就纷纷落伍 抓获了他的上约 缴获冰毒51公斤 所以伤量给量 据统议 这个案件当中 一共打击 西下卵 gang 多大150余人 缴获毒品 58.2公斤 这么多的毒品 这样是流出去 不知道又要毒害多少人 可是在此之前 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受害了 画面上这女孩叫杨阳 她是无浪在广州那个上家的情人 也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据了解 杨阳原本是一个七岁孩子的母亲 有丈夫也有孩子 可吸食毒品之后 她就像变了一个人 抛家弃子 完全致亲情家庭于不够 甚至后来 她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帮助贩毒 如今她不仅失去了原本幸福的家庭 还要面临法律的惩处 毒品已经把她给害惨了 如今的杨阳已经铸成大错 悔不当初 其实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警方发现像她这样的人不少 毒品让他们的人生变得一塌糊涂 很难再回头 而他们中的很多人 当初接触毒品只是因为好奇 或者是觉得很酷 可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因为长期吸食毒品不仅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巨大的危害 损害人的心脏 肝脏 肾脏 还有生育能力 还会改变人的性格 让人变得偏执 产生幻觉 甚至出现精神问题 有一种说法 说吸食毒品的人很难挺过五年 不是被送去戒毒所了 就可能身患重病 五年时间 毒品就能把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完全毁掉 毒品猛忧虎 这句话一点都不是危言肃听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像无量这些毒贩 他们只是把吸毒人员当作赚钱的工具 所以那些还在 走在危险边缘的人 应该清醒清醒了 牺牲自个儿的生命健康和金钱 纵容他们的犯罪 最终对谁都没好